今年的警察隊 統計到幾個月二十 在台北責任 價格有一百六十五人 穿沒路 其中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 減少多有一百控高的人 到今年比是增加二十六趴 實際上更加是穿沒路的一個原因 有民團的朋友愛濤過公佈夢 設計愛的手環 下在緩價的衣服裡面 簽名就讓鳳姬實際上緩價走不去 他一直耐心高空 加穿黑色的富人 順問 晚上對方不記得自己的生日 就連自己的名字也說不清楚 環境順問加小的連路電圍 晚上還要是康復 原來這個生氣二三座 節溫斑南山 沒什麼精神 還沒看水暗 他們去順路環境關心 警方釣魚的感激器 透過經融系統 總算聯絡著親友 查知婦人真實姓名 住室且被列為失蹤人口 今年是張婦女稱其母親 為重度憂鬱症 經常在外遊蕩不回家 這已經是第二次報警 攜許母親 台北市節溫警察隊 公開節溫 怕不下的訴求 今年一至二十 總共165人 在台北節溫怕不下 他超過65歲的中部最多 差不多100%9人 跟從年比高騎增加百分之二 第二次有將近 每三天就有一個人 又因為有失蹟 這位相關一邊 這是一大原因 公部門就是愛的手鍊嘛 如果他走失 他就可以直接連線到警政系統裡面 去幫你找 那如果是在私下的話呢 就是在長輩的衣服上面 縫製標籤 有民間團體的表示 兩次有看公保文所設計的愛心手鍊 環境利用經濟系統 吹到的比例差不多90%人 不過兩次煩惱讓人家做記憶 既然佩戴 他可以在中部的衣服來秀名 GPS定位這個方向 以防失敵犯假 走不路 記者中華報導 也有足夠 比例 祝啊 為何 祝你 cath 有